关灯后这五种防纵术很少有人知道 夫妻之间夜晚回家都会有不同的表达爱的方式 但无论有什么样的方式 都是为了表达对方的爱 有哪种方式呢 一 相互拥抱 夫妻彼此拥抱 给对方一个安慰 安慰对方彼此工作辛苦了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身体接触 但千言万语都在这个动作表达出来 二 亲吻 亲吻是传递彼此爱意最好的方式 它比语言来得更直接 只有真正相爱的人才能和对方亲吻 所以珍惜这个和你亲吻的人吧 三 贴心话 夜深人静的时候 爱人的贴心话会让你更暖心 爱是要用行动 但语言也非常的重要 但有一个人能理解你 体谅你 你的一切烦恼好像都已经不重要 四 为你搓背 你洗澡的时候为你搓背 是件多么浪漫的事 虽然看起来是件小事 但却能大大提升彼此的感情 五 握着你的手 曾经听到这样浪漫的一句话 此时最想与你做的事 就是握着你的手慢慢变老 当它握着你的手 你这一生就有了期盼 这一生你们都要白头偕老 我没有去的事 你这有点自动的 你都要在这两个玩意 自动的手